我们现在观战的是S1飞行家 这边的话遇到的是小丑 飞加空军 佣兵大副 这个阵容 略显有点厚重 甚至都有点笨重了 这个阵容打小丑的话呢 目前来看 飞加带双坛应该也没有飞轮 一个飞轮没有 哎呦我天 佣兵挠个头 什么情况 What's happened What are you doing 这里过来找空军 小丑这边的话 觉得挂佣兵 其实是调节奏的 我不如过来 阿兹 再过来找大副 但是这个闪现没闪到人 有一说一呢 其实小丑这边打的稍微的 有那么一点点奔放了 因为这个局其实他稳定的去击倒这个空军挂上是稳赢版 佣兵这边上来吃震慑倒地的 空军这边枪等于说是没有打出效果的 击倒一个空军你挂上 对吧 能压到大副的机子直接逼大副救人 这个局稳赢版 就算逼不了 其实也够了 但是这波选择来追大副呢 稍微的 不是 你不要笑 他最大副呢 我想的是 我说的是什么 稍微的就是有一点点给对手机会 但是呢 因为他的优势太大 所以 应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用兵这边是 半血过来救人 空军这边修机子 分一加第一台机在面修完 密码机总量的话 两台多一点点 你说这个机子慢嘛 其实这个机子还好 他也真不算是那种崩盘式的慢 只不过呢 穷人这边的状态真的有一点点差 这个状态是真的有点差 用命这边半血过来买 卡半救人 不能再吃个震慑吧 还行 救下来了 这里的话 掩护一手 大副是肯定遛不动小丑的 所以说这个掩护 也拖不到不命结束 我觉得 关键是这边带到空军这个点 还好 空军在这边机子要修完了 机子要修完了 大副 还摸一下机子 空军 这里是带了风窗的 也就是说这块板子一破 大副就要倒 这里再瞄空军吗 大哥 你是打的 有一说一 这把的话 小丑这么打 大副这边是不是手里捏这个薄命 他这边在追大副 那可以 可以大副这边提前要怀表 算了算了 对吧 不可以玩了 我捏 我捏怀表了还不 诶 这 真的 我觉得小丑玩的有点过了 这个分段是国服人榜前30的 空军教了自己 这边的话挂佣兵大副倒地 再挂大副大副二挂 菲英家这边过来救人 我们来算一下外面的机子 有没有可能 空军这台机子修完还差一台 大副手里面还有一个薄命 大副手里还有一个薄命 菲英家这边压着 但大副起不来 主要是 交大喷 断你锯 救下佣兵 好的佣兵手里两户币 你别 真别说 这佣兵还有牵制力 一个户币跳开 追到菲英家 那行 先拉开 先拉开 至少是三活口 然后呢 菲英家取去外面 重新起台机子 佣兵空军这边卡着 对吧 佣兵 佣兵这边 怎么说 还行 这个大副就别救了 要不 闪现一刀 带走空军 空军是个交自起 佣兵跳护皮过来 把大副捞了 还是三活口 飞行家这边在修机子了 已经在修机子了 虽然说空军是交自起 大副是上挂飞 但是 他们是不是还没有倒 好 佣兵这边要不要来掩护一手 拖 这手就拖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替飞行家争取他的修机时间 能不能进这个 进这个板 但是有个句 有个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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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挂飞 嗯 挂飞以后挂佣兵 佣兵二挂 密码机点亮空军半血 翻行家满血 小丑这里的话应该是不太可能拉推进器出去找飞行家了 他应该是过来排这边的空军的位置 找到空军的这个局好像还是多抓 但这种打法呢 说实话真的就是前期优势太大了 有点打飘了 我是非常不建议大家这么打的 因为可以看到即便是像这样的一个顶级小丑啊 在过程当中求生者这边没有放弃 并且除了前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之外呢 哎 飞行家这边的话 交喷赶过来 哎哎哎哎 哎 哎 捞下来了 哎 捞下来了 好 捞下来了 这的话小丑的推进器最后一个了 你管我飞行家没关系 我飞行家满血 你找佣兵 找佣兵我去 板子 漂亮 S1飞行家 这一把 真的 我们抛开有些失误不谈 说实话 我觉得穷者唯一的问题就是上来这边佣兵持了一个震慑嘛 这边空军和佣兵的一个 没有交流好出现的问题之外 其他还真的 我觉得穷者打的都不错 对不对 你看这是局没结束的 你以为好了 这边的话把空军摸起来了 高分段的求生者不跟你嘻嘻哈哈的 对吧 所以说刚才太后还笑我 这种局真的不是说你 你这些求生者不是说你想怎么打怎么打的 你优势再大 你只要节奏上面不是按照我们正常的就是 你打的是一个非常规的一个打法都有可能出现 你看现在的话是不是还有还有说法吗 还有说法吗 找到佣兵 那至少跑一个是能跑了是不是跑一个是能跑了 有点可惜啊 这边的话被找到了 但我觉得穷者其实后面也尽力了 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国服这些人榜玩家的一个热心 拜那个拜 我们进行的 看下的几次 这边的几次 这边的几次